字幕 音樂 嗨 大家好 我是蓮亞遊戲CEO 也是遊戲製作人 我製作的遊戲有SITES DEMO還有IMPLOTION 很感謝香港的玩家很支持我們遊戲 香港的排行榜也都有拍到前面 我們來應徵他說企劃做什麼 我們通常就說 城市美術不做的事情 通通都是企劃做 所以企劃其實要做很多事 通常要去接洽外包 然後要安排時程 然後要想故事 要去填樹脂 其實是包羅萬象都在做 我覺得有一個方式 並不是說企劃要什麼 而是說這三個角色我們怎麼看 其實在我們公司看到的時候 我們所有人都是遊戲開發者 所以企劃只是負責比較多 關於故事外包之類的遊戲開發者 美術跟城市其實也都可以 對這個遊戲有其他任何的意見 而不是說企劃是寫規格的 城市是做規格 然後美術是畫規格 如果我們把這三個角色 都視為說是開發遊戲的人 我覺得其實就比較不會有衝突了 因為他企劃只是做了一個整合的角色而已 然後大家的意見也都會被統合在裡面 好的溝通能力是企劃最重要的一點 對 因為企劃的很重要的工作 都是來自於溝通 要怎麼樣傳達你的想法被人家理解 或是說美術要什麼樣的需求 讓城市去做到 或是說城市要什麼樣的規格 讓美術去畫 那我覺得一個好的企劃 它必須要具備基礎的美術能力跟城市能力 這樣再溝通起來其實才會順暢 而不會說完全只是左而進右而出 然後嘴巴跑出來 就是企劃如果能夠理解 他們在做什麼 他講出來的要求其實才會合理 用行動支持好遊戲 可以讓更多的 可以讓 就是這個投資是會讓未來有更多好遊戲可以玩 很多獨立開發者其實做了很多心血在做好遊戲 但他可能在營收上並沒有那麼有經驗 但如果有各位玩家的支持 他們就可以持續的做出好遊戲 然後當他們理解營收的方式的時候 其實這整個市場會變得非常好